巴拿馬最高法院 28號宣判10月通過的第406號法違憲 群眾揮舞國旗在最高法院前歡聲雷動 因為這意味著這部法律代表的一紙 爭議採礦合約也被拉倒 為了反對採礦合約 巴拿馬人在過去超過五個星期激烈抗爭 甚至影響交通 食物與資源供應 堪稱1987年以來巴拿馬最大抗爭潮 之所以引起爭議 除了合約明文規定 礦業公司有權強制 礦區內源住民和農民遷移 還給了礦業公司20年的特許採礦權 另外礦業公司的背景也是一大爭議來源 與巴拿馬政府簽下合約的礦業公司 是由加拿大第一量子礦業持股80% 看似加拿大背景 第一量子的主要持股者 卻是中國國企江西同業公司 讓這份合約在抗議民眾眼裡又成了賣國合約 然而巴拿馬政府今年十月仍強行通過合約 更在三天內以國會席次優勢 火速讓它成為如今被判決違憲的第406號法 終於引爆民眾怒火 最高法院判決出爐後 巴拿馬總統科迪所已經宣布 啟動程序關閉第一量子投資的科布雷銅礦 不但開啟拉美環保抗爭的新頁 也讓背後的中資貼到鐵板 華視新聞陳剛編 《難色的精神》 《難色的精神》